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绝的灵修智语 6月22日 更好的客气 像是被尖锐的刺痛 但伤害较小 因为他们对身体的折磨更烦人 也更持久 在信仰生活中 为追求灵性的成长 无论是在身、心、灵上 需要采取方法 对欲望的操练 往往是起手势 客气则是第一步 克制自己的私心 对自己要求严格 同时由身心并进的方式 开始操练 客气常常结合的苦身 就是让肉身感到痛 因此把注意力转向心神 刻苦有轻重 轻的会使身体觉察不舒服 重的则会使肉身或精神 同时感受疼痛及软弱 当然借客气做灵性操练 正确地做 就能够突破自身的限度 使自己的软弱得到提升 向更大的心灵境界开展 但是 在许多今修圣人的亲身经验下 现在在离修操练时 已经不强调要求做重的刻苦 因此正确地做客气 会为你带来效果 但不会带来伤害 如同圣宝路在格林多前书所说的 我痛及我身 使他为奴 免得我给别人报捷 自己反而落险 这里的语气强烈 只是强调为了目的 自己必须要采取行动 因此方法很重要 在圣依纳绝的客气经验中 他认为最好的苦功 是那些具有尖锐的刺痛 所以不是做了却无关痛痒 而是伤害较小的那一种 对身体带来比较具体的烦恼 并且能够持久 因为伤害小 所以没有危害身体安全的问题 同时他也指出对肉身的客气 不是越痛越好 因此一个寻求灵性成长的人 如果没有多大的能耐 只是凭一时的冲动或热心 以苦功操练客己时 就更要小心 否则一两次之后 因为没有动机 就不想做了 对现代人而言 客己就是生活的纪律 为了在爱中成长 你需要纪律 同样的 为了达到目标 你需要纪律 否则会持续陷入贪得无厌的诱惑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